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遍地狼烟 历经十数年兵戈 不知有多少平民百姓无辜丧命 不知有多少圆满之家破境南重渊 在那个神州路晨的年代 平野上到处裸露着雷雷白骨 方圆几十里都听不见鸡选声 在那个名仪待访的年代 燕子春归 驻朝与岭木 清兵入关之后 又经历了几年残酷的战争 天下开始逐渐安定 漂泊在外地艰苦度日的流民们 终于可以踏上回家的漫漫长途 陕西京阳商人李源信 积留无储之地 何家人天各一方 音信不通已经十余年 此时他正骑着一只博驴 慢慢的在行走在邯郸道上 他看见天下重回天平 战火已经远去 又想到自己离家越来越近 心情不由的畅快起来 傍晚时分 李源泄在某县的一间旅舍里休息 店主人和李源泄是同乡 看到老乡 店主心中激动 便挽留李源泄多住两天 第二天一大早 李源泄便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中闲逛 看到人们已经完全摆脱战火 生活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心情更加畅快 正当他沉浸在喜悦中时 集市中的人突然发出几声尖叫 快跑 臭东西来了 话刚说完 行人们便撕散奔逃 对来者避之唯恐不及 李源泄心中诧异 便向店主人了解情况 店主人笑着道 那人快要来了 你看一下就了解情况了 李源泄于是在旅舍门前驻足停留 他远远看见一个人 身无伴侣 只用一点小步遮住隐私部位 全身污秽不堪 仿佛在泥水坑里滚过似的 等到那人走近 李源泄才发现对方头发乱如棚草 脸孔漆黑如炭 浑身散发出阵阵 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 集市里的人们已经捂住口鼻 逃之夭夭了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怪人呢 李源泄来了兴致 他强忍住不适 细细地观赏起那怪人来 李源泄注视之下 发现怪人竟是一位女子 她心中不由的大汗 她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 发现怪人虽然肮脏 但她的眼睛却如秋水般清澈 摆动的腰肢就如同在春风下浮动的杨柳 一举一动之间十分动人 如果不仔细查看的话 就会被她的外表骗过 根本不会意识到肮脏的外表之下 竟隐藏着秀丽的面容 李源泄注视良久 沉思道 这位女子姿色非凡 怎么会沦落到如此污浊的地步呢 这其中必有隐情 于是她就不顾臭味 稍稍地跟在女子背后 那女子来到一户人家便高声喊道 银针来了 屋主人便用破烂的容器随便盛点食物 放在地上施舍给她 女子将食物倒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竹篮里 便又走向另外一家进行乞讨 等讨到够一个人吃的食物之后 女子便折身返回 不再乞讨 飘然而去 李源泄静悄悄地跟在女子身后 见那女子 进入一间破旧的房子后便不再出来了 李源泄在心中 默记住房子的位置后 才不舍地回到屋舍 见了店主人 她什么话也不说 到了傍晚 李源泄欢天喜地地 赶往那间破房里查看情况 她将耳朵放在墙壁上细细聆听 才发现房间里有人在吟诵诗句 那声音甚是交细 如名配还 李源泄速通诗文 她发现女子在诗中感叹自己不幸的神诗 通过女子的诗歌 李源泄了解到 对方是一位貌美女子 因身逢乱世 担心美色遭火 才不得不弄成这浮贵样子 察觉到女子的不幸遭遇 李源泄心中充满了同情 只听那女子又念了两句诗 兴欲安兰环境俗 阿水刮木到苍州 李源泄想道 看来这女子希望有男人能慧眼石珠 和她结成良缘 想到这里 李源泄心中大喜 女子暂停一会 便又继续引道 时钟自运无暇臂 树底水帘薄命花 是向灯前青把臂 手工依旧色如霞 李源泄沉思 依时钟所说 这女子是黄花闺女 想到这她不禁欢呼雀跃 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向着房子的人大喊道 慧眼石珠的人到了 屋里的人能让我看一下手工纱吗 女子听到外面有人回应自己的诗句 便知道是白天尾随自己的男子到了 便红着脸隔着墙对李源泄说道 郎君是个有心人 不为俗目所居 不嫌弃乌浊发现我 可谓是独具慧眼 现在夜已深了 这里又是优辟之地 容易招人嫌疑 我还是不与你见面和接触了 还请你原谅 李源泄笑着说 你白天身无伴侣 不在乎世人的眼光 怎么到了晚上又这样扭扭捏捏 此言未免再做做了吧 女子修达道 不是这样子的 我虽然白天在大街上赤身裸体 但旁人都不把我当成人看待 因此我也不把自己当成女人 现在郎君既已经知道事情真相 我如果还像白天那样子的话 那不是男女无别吗 郎君既然赏识我 现在即使我一山不整 也不敢见郎君 更何况是现在身无寸女呢 李源泄又说道 难道你就一直不见我吗 女子答道 我渴望慧眼石珠之人 就如同汉苗剑语 怎么能忍心和郎君失之交臂呢 我白天见你跟着我 就知道你晚上一定会来 所以吟诗表达我的心愿 郎君果然不嫌弃污浊而接纳我 我已打定主意 等到明天天一亮 我便在路口等郎君 今生今世尽心服侍郎君 不知郎君意下如何 李源泄大喜过望 答道 这正是我一直盼望的 两人仔细叮嘱一番后 一一惜别 第二天一大早 李源泄到了集市 暗暗买了一套女人的衣服 回到旅社后便打电行装匆匆上路 主人虽盛情挽留 但终是留他不住 走了一里路 李源泄听到草丛里有人戏语道 是郎君来了吗 我想你不会失约的 说完便从草丛里走出来 李源泄细看之下 女子还是和昨天一样缝头垢面 只是身上的味道淡了不少 看来女子是真心诚意 想跟他走的 李源泄从绿背上拿出衣服 让女子穿上 女子道 不可 多年来积累的污垢 只会弄脏郎君辛苦弄过来的衣物 现在既然和郎君相见 该是显现就是荣严的时候了 前面偏僻处有一条小溪 可以洗净身体 请郎君和我一起去吧 李源泄和女子携手同行 心里没一丝厌恶之感 女子感念李源泄的深情 便向他叙述自己的身世 我叫银征 是林县世身家的女儿 成年之后 以美色闻名于当地 多年前 天下大乱 刘寇将要破城 父母担心我会受辱 便打算除死我 我跪着对他们哭道 刘寇们所喜欢的 无非是美色 我自有毁容的办法 能让他们不能够近身 这不比抛弃双清 独自去死好吗 父母也不让我死去 便同意我的见解 我预先准备好污秽的东西 等到城破时 我先用碳涂黑身体 身上抹上污泥 最后再抹上污秽 扶着父母出逃 当时乱军之际 刘寇们见我是疯子 也不怎么留意我 经过此番动乱 父母失去了家产 又染上了疾病 卧床不起 我便前往刘寇的大营起石 奉养父母 刘寇们可怜我 没有生出血念 把我叫做疯子 时常给我东西吃 就这样过了半年 刘寇退去 父亲也去世了 我带着母亲四处乞讨 因为害怕萧小之辈 还是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 今年开春 母亲又去世了 我截然一身 心中担忧 就更不敢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哎 如果不是郎君有心的话 我也不会将自己的遭遇说出来 李元谢听完 不禁感叹道 你真是一个奇女子 只是天寒地冻的时候 你怎么受得了呢 林征笑着说 这其中有一段缘故 我年轻时碰到一个尼姑 她传授我一数 护鼠时不怕热 龙冬时不怕冷 视身漫步在风雪中 身体温暖如常 人们认为我是奇人 不敢小瞧我 李元谢不信 伸手摸了摸银征的肌肤 当时已是秋冬时节 而银征的身体却很温暖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到小溪旁 银征修道 还请郎君回避一下 李元谢故意不答应 不得已 银征只好跃入其中 泡了许久 才开始清洗身体 许久之后 只见银征身上的污浊进退 肤色洁白如霜 发乌黑亮丽 面清秀如月 如芙蓉出绿波 整个人焕然一新 李元谢站在岸上 不禁如痴如醉 银征喜遇完毕 害羞的不敢登岸 李元谢拿出衣服 转过身去 银征穿好衣服后 笑道 之前在大街上一点都不羞人 可现在郎君面前却害羞万分 李元谢此时意乱情谊 抱着银征 想行非礼之事 银征推开他道 也合非礼 郎君难道不知这个道理吗 你一定要这样 我宁愿去死 李元谢只好做罢 半赏 银征打破尴尬 道 如果不是遇见郎君 我怎么能重新成为人呢 郎君大恩大德 切身此生难忘 李元谢于是让银征骑上驴子 自己牵着走 当了傍晚 两人在村舍中留宿 当晚变成了好事 两人回到李元谢家后发现 李元谢的妻子已经在战乱后不知所踪 李元谢便娶迎征为妻 迎征为人颇具智谋 擅长经商 帮助李元谢建立家业 不久之后李元谢成了当地有名的妇人 某县的人连续几天见不到迎征 怀疑她已经与话登仙 此后县里开始流传着一个疯女人成仙的故事 干戈了落四周星不知造成多少悲剧 古人所说 命为太平权不作乱里人 确实是心中真诚的感慨 回首历史几千年发生过的丧乱 不知有多少月子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铜锣杖 几家飘零在外头的惆怅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